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7月2号 我今天来更新一下我后院种的这棵五花果树 可以看到这棵五花果树已经开始结果实了 这个果实就是秋果,秋天会成熟 因为多伦多的气候关系 在多伦多这棵树是大概在5月20多号才开始发芽 然后从5月20多号到6月20多号主要是在长枝条 期间大概长了五六个叶子的节点 可以看到每个叶子和枝条的中间基本上都会长出来五花果 然后在6月20、34号左右这个果子开始出现 多伦多这个果子需要将近三个月左右成熟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到10月9月底10月左右 多伦多的双冻通常在10月下旬 10月20多号出现 所以说这个果子如果在7月15号之前出现果子呢 它有时间能够成熟 在7月15号到8月1号之间呢就不好 基本上有希望但是很难保证 8月1号以后的基本上就不会成熟 嗯这个果子呢目前来看呢它这棵树在今年年初有1米高 4尺左右 现在呢大概20多个枝条 每个枝条呢都会有五四五五六个果子 所以总共目前接了有100个左右 嗯然后呢到从现在到7月15号呢可能每个枝条还会再接 两三个吧 多伦多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第一啊春天比较晚 它5月20号左右才发芽 然后呢就是冬天比较冷 嗯所以说这棵树必须要冬天要有保护才能够过冬 嗯这棵树目前年初是四尺高 然后现在大概长的有两尺 我的计划呢是这棵树大概最后要长到2米到3米高左右 就是目前这个树size的还要有六七倍左右吧 到时候它的结果量应该就比较可观了 要做到这样的必须要保证它冬天的枝条要能够过冬 嗯我目前已经这棵树已经保护了两年 其中像08年09年冬天非常非常的冷 嗯也依然没有问题 所以说过冬呢我还是有信心的 如果冬天不做保护呢 这棵树基本上地上以上的部分都会被冻死 然后它地下的根不会被冻死 明年春天还会再发芽再长出来 但问题是新长出来的枝条呢 结果就会非常的晚 所以当年的果基本上很难保证它果实能够成熟 如果要是能够如果需要果实成熟的话呢 必须要保证这个枝条要能够过冬 然后第二年从这个新的枝条上长出来的果实像现在这个7月2号左右已经有100多个果子 到像这样的大小40个左右 然后到7月15号之前可能还能再接三四十个